那你告诉我 这到底是在哪儿 这是我家的卧室 是按当年双色玫瑰案的案发现场布置的 你为什么这么做 怕忘了 每个细节都在逐渐消失 咖啡杯不一样 知道 买不到一样的 中间的原砖还没了呢 那个案子绝不像当年警方定论的那么简单 你相信那个结论吗 你从我的脑海中偷走了什么 记忆 我通过催眠 回去了你当年的记忆 确切地说 我同时催眠了我们两个人 两个人 我催眠你的同时也催眠了我自己 这样我们的感觉和体验才会同步 你有没有觉得公平一些了 你觉得现在这样公平吗 我只是需要你的记忆 关于双色玫瑰案的记忆 潜意识里你不想知道那晚我看到了什么吗 我想了很多种方案 但我必须得先确定 你不是当晚的凶手 那你从我的催眠中证实了 暂时可以证明 你没有主观恶意 但是 但是什么 那你怎么证明你不是凶手 我不能证明 按我的专业知识 一个抗拒被催眠的人 是很难被催眠的 酒醉和睡衣很浓的人 也很难被催眠 你先告诉我 你是怎么催眠我的 以我的技术 确实很难实现 所以 我在你的酒里 加入了一些可以实现快速催眠的药物 你竟然在法医肾上用药 我别无选择 你要干吗 我们就应该彼此怀疑不是吗 从我进行警队以来 我知道你也怀疑着我所怀疑的一切 不是吗 当年的咖啡馆门是繁琐的 直到案发都没有人离开 如果凶手并非是两位死者 那凶手就是在我们 已经得了 优优独播写优优独播剧场